遵中国式现代化之道,形容和发展之意,成为伟大时代的见证者、参与者和贡献者,才是青春最美的样子。 传承红色基因,感悟新国之魂,五月的遵义招起彭博,由两岸媒体和台青自媒体人组成的海峡两岸网络新媒体大路行,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看贵州,走进遵义联合采访团汇聚于此。 实际感受,这片红色土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,取得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,新成就,新图景,新奇效。 从26号活动开启至30号完成所有行程,以台湾年轻人为主体的两岸联合采访团, 接连采访了中国最美红村花茂村,贵州茅台酒厂,世界自然遗产赤水丹霞,童子海军学校就职, 童子异地扶贫搬迁点盘龙社区,正安吉他文化产业园,中国茶海,中国茶工业博物馆,世界文化遗产,遵义海龙屯等地。 他们通过生动鲜活的报道,展现了发生在遵义这座历史文化名称中的全新变化。 两岸青年用脚步丈量大美贵州,用镜头记录活力遵义,共同汇旧一幅两岸融合, 勤勤彼此携手作梦的新时代画卷,尊中国式现代化之道,行融合发展之意。 我们期待能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,在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光辉最远中成长成才, 成为伟大时代的见证者、参与者和贡献者,才是青春最美的样子。